中国拼协宣布了参加中国乒乓球国家队教练员竞聘的名单 这份名单不出意外出现了马林、王浩等知名现役国家队教练员的名字 但是孔灵辉、刘国正和陈己三位备受期待的教练员未能归来 更有秦志简的放弃稍显意外 本次参与竞聘的31位教练员将淘汰3位 剩余的28位教练在进行一轮投票选出国平总教练 男队主教练、女队主教练和混双组长4个职位 31人竞聘名单委李笋、马林、邱一可、肖战、姚敬文、刘恒、刘志强、崔庆磊、马俊峰、任号、朱昭辉、徐辉、钟金勇、王翔、李震山、李璐、李聪、李聪、张小新、杜鹏、赵畅、赵畅、杨宇彪、杨宇彪、身超、陈镇江、何瑞宁、孙迅、李大成、李卓阳、刘斌、王浩 竞聘人选中 此理和年龄最老敌当属李笋 这位名帅曾经是中国女队有名的大满贯金牌教练 培养出了王楠、张一宁和李小霞三位大满贯得主 也是目前中国女队的主教练 只不过她的年龄是劣势 在教练团队年轻化的今天 李笋如果继续执掌中国女队 恐怕会力不从心 马林和邱一可将是女队主教练的有力竞争者 马林作为北京奥运会的男团和男单冠军 退之后留队执教 目前是陈梦、王毅迪的主教练 都是国平的主力队员 加上马林今年40岁正职教练的黄金年龄 未来是最合适中国女队主教练的人选 邱一可现在主管世界排名第一的孙颖莎 和马林相比 邱一可的年龄小一些 但是执教的经历也更少 仅仅带过朱玉琳和孙颖莎两位名将 中国男队的主教练人选目前来看 只有王浩更合适一些 她是世界排名第一樊振东的主管教练 从81队开始做教练 这些年也有了丰富的执教经历 再加上王浩在座运动员时期的名气 和成绩也不俗 从2004年开始到2012年 一直都是世锦赛男团冠军成员 又是三货奥运单打亚军的国平主力 也拿过2009年世平赛的男单冠军 和竞争者相比 这样的成绩更有说服力 比较遗憾的是 孔令辉 刘国正和陈己三位从国平辞职的教练 没有选择回归 孔令辉曾经是中国女队的主教练 在执教期间 也拿过一些大赛的冠军 刘国正和陈己都是近一年 才选择退出国平的 但是执教能力无人怀疑 加上做运动员期间 都是拿过世界冠军的名将 这次如果归来有先前的执教经验 更容易上手 可惜三人还是没有归来参与竞聘 更大的意外就是秦志健没有参与竞聘 他可是现任的男队主教练 至于为何放弃参选 或许拼鞋令女完排